中方是否认为美方应该撤离驻韩美军 这是一个当前国际社会最关注的一个话题 我们看到朝韩双方抓住冬奥会的契机 开展了一系列的密集的互动 南北关系迅速解冻 这位冰封已久的半岛局势 注入了一股暖流 也是一股久违的暖流 发生这样的变化 有人似乎感到困惑 但其实是情理当中 我们看到冬奥会期间 朝鲜并没有进行新的核道实验 美国 韩国也暂停了针对朝鲜的军演 事实证明中方提出的双暂停的倡议 是一剂对症下药的良方 为南北改善关系 营造了最基本的条件 为此我们呼吁各方 尤其是美朝双方尽快地进行接触和对话 各方沿着双轨并进的思路 既坚持无核化目标 又积极地构建半岛和平机制 在推进无核化的进程当中 同等同步对等地来解决 各方包括朝鲜方面的合理的安全关系 这既是中方的一贯立场 也是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所确定的目标 各方应以半岛和平大局为重 以本地区人民安危为重 拿出政治勇气 做出政治决断 尽快开展一切必要和有益的双多边接触 权力推动 重启和平解决半岛和问题的对话谈判 中方我们将为此继续做出我们的努力 中方我们将为此继续做出我们的努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